余小脸 你等我一会儿 我等你啥等你呀 哎呀 我现在就后悔 我妈没给我升个板 要不然我都能飞 我跟你说啊 咱们俩要保持距离 明白了吧 为什么 咱们就划清界限就完了 以后你不要 不要跟我俩 太纠缠了 好不好 你快点 你这么冷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你先走 你先走 我接个电话 快点 快快快 快过来啊 好好好 哎呀 我亲爱的蜜蜜 给我打电话 喂蜜蜜啊 余小脸啊 你干啥呢 啊 我 那你咋的吧 你说事 你能不能帮我干嘛 我家电视坏了 你帮我抬楼下去呗 我开会呢 你开会啥动作啊 经理发现我打电话了 飞过来一个盆 喂 你忙你的啊 我这样 我小蜜蜜帮忙吧 拜拜 哎哎哎哎 喂 你不在乎是什么 你说说我 你们不知道我 我追求秘密好几年了 我都 你关键你学你之外 你来电话也不来的不是时候 今天你说李宝杰还找我搬家 这李宝杰 你哪天搬不行了 非得今天搬 我告诉你 李宝杰一点优点没有 唯独一个优点 就是眼光好 看上了我 真有意 哎 这方邻居们啊 就当啥事都没发生 看见秘密也别吱声 好不好 拜托了啊 拜托了拜托了 在哪儿呢 小梁 快点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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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快点啊哎呦 还这么慢呢你怎么走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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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哪儿走啊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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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家了你家在哪儿呀这儿啊 特别完了 看我 哎 你听我说趁你呀东西还没搬进去咱们赶快到中介我给你租个比这房子更好的房子行不行 坏啥呀 但连房租我都交了 你交完你不行 你知道对面住的谁吗 谁呀 秘密 秘密 秘密那你就别告诉我了 不是我说 我是啥意思 就是他你不能住在这 这是危险 你知道这个这个不好啊 对面这个 住的不是人 不是人呐 然后他没事就上吹吓跳 左蹦右踢一件 他打鬼 屁股吐吓他 不是人还上吹吓跳的 要我对面住了只猴呗 也可以这么理解 但总之你不能在这 他对你非常的有威胁 你知不知道赶紧走 快走 哎呀没关系 你啥没关系 他打呼噜 他打的 听他 人家说你咋知道的 他打呼噜 我在保安厅都能听着 没事 没事我睡觉晨 不怕 这样你先把东西都送进去 我下楼再取一趟 辛苦了啊 什么什么 不是 咱好好说 哎哎 宝洁你替我说 哎 等一下想啊 不是想你问题我 哎宝洁啊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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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天今天是要灭我呀 这假的你 就这么巧 搬就搬到秘密对门去了 你说秘密人家还找我 搬电视 你说这不疯了吗 李宝洁你 真是我骗我呀 我跟你说 我已经骗秘密了 咱必须得把这个谎圆过去 啥也别说了 我接下来我就 我说我得打扮打扮 那有碰的 我敢拉呀 那秘密不得行刺 啊 我我 我跟李宝洁有事啊 我俩 啊 装扮上 哎 谁也别发现 这样哎 伪装起来就好了 看着呗 你说吧 这个秘密也是的 让我搬电视 就我这体格子也搬不动啊 哎 哎 小脸 你来了 哎呦我的姐姐太好了 秘密刚才说 你开会你来不了 这回行了 咱俩一起搬吧 哎 小脸 你说话你说话呀 小脸说话 你干什么呀 这个人真的是 你这好笑 你这怎么的 还推我呢 小脸啊 怎么小脸小脸的 你真的好笑 谁也起名字叫小脸呢 我 我不认识什么小脸 我也不是什么小脸 哎 你咋的了 说话咋变身了呢 哎 这大同天呢 还整个蚊帐 咋的 装扑风策呢 怎么这个人真的是 我告诉你了 你认出人了 我不是小脸 哎 那你是啥脸呢 我是丢脸 你这个人真的是 你不要抢人的东西 我跟你的那个朋友长得就这么像吗 行啊 你说 如果是戴上他 你还能认得出来吗 回来啊 小脸行行行行 你玩吧啊 好好玩啊 好好玩啊 咪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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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小脸 哦 小脸 对不起啊 哦 不是小脸啊 干什么呀 你再边去 我瞧你了 你听我说出事了 出大事了 啥事啊 这是谁家呀 咪咪家呀 你知道谁搬那儿来了吧 谁呀 李宝吉 那不完了吗 那可不完了 你想想 这个画面 咪咪还给我打电话 让我帮他办电视 我说 我开会呢 啊 结果李宝吉就 找我搬 搬家 我就来了 你这秘密要看着 不得误会 不得相信呢 我俩以后往下进展 怎么进展呢 对不对 小脸 对 你们三个人 是我们什么关系 啊 你们三个人的关系吧 我太清楚了 你看啊 你喜欢秘密 秘密不喜欢你 李宝吉喜欢你 你就不喜欢李宝吉 你们仨呀 就好比揍地主 你这个地主啊 碰上俩农民 你在想 我这地主抓俩网 先炸谁呢 我先炸你 你炸我干啥呀 我一个卖单的 你这牌打得也挺好了吧 你这这这这 打你去 行行行行行 咱先不打牌了行不行 行啊 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今天呢 有点不稳妥 如果一旦出现什么问题 记得帮我化解了 听见了吗 记得秘密要是 问你小脸呢 那你就说小脸开会呢 秘密 小脸开会呢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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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那种出其不意 闭自闭的那种 感觉你能明白吗 我好像明白点了 你想突然间出现 给我惊喜 帮我办电视 那拿这些东西来干啥呀 小倩你聪明 你栽压了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 给你买的 啥啥呀 啥呀 愿意呀 愿意 咪咪呀 这么回事 小脸呀给你买了这些东西 想给你个惊喜 小脸你太有心了 你俩还等啥呢 搬进来吧 好疼? 好疼 多疼 这壳怎么整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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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哎 东西呢 搬进去了 搬挺快啊 接着搬 哎 哎 我听 哎 看给你累了 哎呀 你给你下楼买 肯定是圈牙筒吧 你接着往里搬 等我啊 不用了 哎 再搬 等我 等我 不行 你别拿东西了 哎 抱歉 完了 哎 我的妈呀 小倩 你再猜一下 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又是一个惊喜 棒棒 那就妈了 小脸 你这惊喜来的都挺快啊 是 主要那快递送的快 对 有个快递 那就可快了 小脸 我给你买什么了 哎呦 我的妈 肯定基全家桶 哎呀 好点 我钥匙拉进箱子里了 箱子呢 箱子在那屋呢 哦 那个 宝杰呀 哎 快走 别回来了啊 好好好 快点走 哎呀 不对啊 我刚才进的奶屋啊 这屋 那我家是这屋啊 是 这屋 不是猴的家吗 茂妹得打扰一下哈 请问是哪只猴的家 小脸啊 这缘分来的太快了哈 这么快就碰上了他俩 那个惊喜是一个接一个呀 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惊吓了 不可能 来吧 拿着 我给你们好好地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位快递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猴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我还得开会 告辞 真正 我怎么快递了呢我 就是你不腿长嘛 行 你走到快 就是送快递是 嗯 快递我听懂了 于小脸你过来 我这只猴我觉得你有必要也解释一下 你这是 那 你呀就是平时聪明伶俐活泼 在我心里面就像一个可爱的小猴一样 那不对 你刚刚还说人家不像人呢 嗯 对 你像人吗你 你分明你不是仙女啊你 你还说他比较打呼呼呢 谁呀 他吗 他吗 打呼喽是他 他打呼喽就打呼喽 咪咪打呼喽那不叫打呼喽 他叫小香涵 你什么点子 你小雅 出来 我打不打呼喽你怎么知道 对啊 我想像的 我实在变得住 你你你你你 我跟你们俩说实话 咪咪啊 在你给我打电话之前 我已经答应好了李宝洁给他搬家 没想到这个时候你电话就出现了 你说我对你的那片心 你让我往东我不敢往西 我就想要 让你心里舒服点 你说我帮他搬家 你万一碰着了 你说我跟你撒着谎 到时候你是不是心里不得劲啊 这么说你能理解 理解 他这个理解也太轻易了 你能不能说一下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我理解这个事儿 没啥问题啊 李宝洁你挺讲诚信的 你看哈 你先答应了他 这个助人为乐也得分个先来后道吧 李宝洁但是我有件事不明白 你骗我干啥呀 因为我是你 都是你 全都不想要我 我管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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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宝洁是吧 哎 你帮过来了 你好我是秘密 听小脸提过你 宝洁你是有啥误会啊 我跟于小脸 其实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真的啊 真的啊 但是哈 现在咱俩关系不一样了 对门邻居啊 以后咱俩好好相处啊 在这儿 你好 我叫宝洁 多多关照 你好 哎这样哈 我正好买个肯德基全家桶 到我家一起吃吧 嗯 等啥呢 小脸儿 来吧 哎 哎 我家也有肯德基全家桶 小脸儿 来我家吃 偶尔让我潇洒一碗 我还不会的呢 这晚上整得挺尴尬 你这小脸儿 你这种局面 你这 你不用考虑我 我去谁家吃都行 行了 你俩别考虑了 宝洁 来 好 这样哈 这一桶呢 留给你俩 咱俩吃这桶 这块宝洁 你东西全在我屋里 我帮你手势手势吧 走 哎 雨昌俩 再见了啊 他俩好啊 他俩整一块堆去了 是啊 哎小脸儿 你说 我真的不敢想象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局面 你说说 我怎么想不明白呢 这事儿啊 老子看明白了 你怎么看明白的 这全家童啊 得趁热纸 哎 哎 不好吃肉 给咱俩的 你给我留一块儿啊 对对对对对 老子不行啊 好 好